在多姿多彩的故事中,我们聆听花开的声音,我是老陈,喜欢我讲的故事,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评论,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。 话说,东汉末期,小山村有一位姓周的男人,因为长得又矮又黑,因此人称周矮黑,靠着几亩汉地种植杂粮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 村子前面有一条大河,一年四季水流不断,有一个兴料的老渔翁天天在大河边垂吊,老渔翁喜欢喝酒,身边带着一个酒葫芦,偶尔会喝上一两口,介意解乏,打发无聊的时光。 这一天,老渔翁正在垂吊,忽然看见一条粗大的水蛇浮出水面,紧跟着浮出一只大乌龟,追着大水蛇。 大水蛇慌忙爬进岸边的石缝里躲了起来,大乌龟追了过来,忽然看见老渔翁,慌忙沉入水中不见了。 老渔翁用钓鱼的竹竿伸进石缝里古岛,逼出大水蛇,将它生禽活捉,放进鱼楼里,准备带回家中用蛇肉佐久。 这一幕恰好被正在挑水的周矮黑看见,他放下水桶,走上前说道, 廖老叔,我老远看见你刚刚捉了一条大水蛇,因此近前让我观赏一下,说罢,提起鱼楼,掀开盖子观看。 突然,他的手一松,鱼楼倒在地上,大水蛇游出来,钻进岸边的杂草丛里不见了。 老渔翁大惊失色,赶紧追赶,却不见了大水蛇的踪影,他恼羞成怒,抓住周矮黑的衣领不依不饶。 周矮黑陪着笑脸说,廖老叔,怪我一时不小心,你就原谅我吧。 老渔翁生气地说,我看你是诚心的,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 老渔翁说得没错,周矮黑确实是诚心的,他的父母从小就教导他,做人要善良,不要杀生。 他也是这么做的,看见落难的小动物都会伸出援手救助,走在路上, 看见蚂蚁都会绕着走,如今三十多岁了,连一只鸡都不曾杀过。 他看见老渔翁捉了一条大水蛇,心中涌起搭救的念头,便借口关上,故意将它放生。 他清楚老渔翁是一个小气的人,如果明着找他买下大水蛇放生, 必然被他狮子大开口,故意抬高价钱,因此才耍了一个小心机。 但是,这一点小聪明被老渔翁看破,张口索要一千钱的赔偿费。 后来,村里人围上来调解,最终以两坛酒了结此事。 为了给老渔翁买两坛酒,周矮黑一家人省吃俭用了好久,才凑齐酒钱。 为此,村里人常常拿此事嘲笑周矮黑。 周矮黑有一个儿子,败在水竹先生的门下为弟子。 过了几年,他的儿子被举荐到太守衙门当了主部。 他的儿子每一年年末都会回来省亲,顺便带回积攒下的俸禄。 周矮黑用这些钱购买良田,日积月累,多达三百余亩,成了富户。 一转眼,十几年过去,周矮黑已经年近五十了,老婆已经顽固好几年了,剩下他独自一人生活。 这一天,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书信,接他到任上养老。 周矮黑欣喜万分,赶紧处置了家产,卖了一万钱,雇了一辆牛车, 把钱币装上牛车,跟着来人启程。 走了两天,到了江边,两人过了一条小船,改走水路。 船老大看见他们行李沉重,晚上停靠在码头上时,他便做了几个下酒菜, 邀请周矮黑和随从一起喝酒,套起了他们的口风。 周矮黑毫无心机,口无遮拦,只顾对船老大夸奖儿子的孝顺。 一不小心,泄露了钱财的树木。 船老大起了歹心,想把钱财据为己有。 过了几天,船只行到一处偏僻的地方,忽然下起了大雨。 船老大借口夺雨,把船只摇到芦苇荡里。 闲来无事,船老大拿出酒菜,拉着周矮黑和随从引起酒来。 酒里早已下了药物,不一会儿,周矮黑和随从晕倒在地。 船老大手持利刃,先结果了随从的性命,接着砍向周矮黑。 这时,船只猛然摇晃起来,忽然从水底里窜出一条巨龙, 探出龙爪抓住周矮黑沉入水底不见了。 紧跟着,狂风大坐,船只侧翻,船老大被卷入半空中,砸进江水里。 第二天,他的尸体在一处潜水滩上被发现。 再说周矮黑沉入水底不久,面前忽然出现一处宫殿,巨龙变成龙头人身的武将。 丹西下跪,抱拳说道,恩公受惊了,周矮黑赶紧将他扶起来。 惊讶地说,你我素昧平生,可以称呼我为恩公。 武将笑着说,恩公可曾记得,十几年前,你就住过一条大水蛇,周矮黑盲说记得。 那人大笑着说,大水蛇就是我呀。 原来,那一天,大水蛇与宿迪大乌龟相遇,两者打斗起来。 但是,大水蛇不敌,赶紧浮出水面躲进石缝里。 没想到,他摆脱了大乌龟,却逃不过老渔翁,最终被老渔翁活捉。 幸亏遇见了周矮黑,将他搭救。 后来,大水蛇被龙王看中,收编为龙族,封他为寻疆将军。 这一天,他率领虾兵蟹将正在江中巡视,发现周矮黑面临死亡的威胁,情急之下,现身相救。 到了晚上,周矮黑的儿子正在房间里查阅文书。 忽然听见院子里重物落地的响声,急忙掌灯出来查看。 只见院子里的行李上坐着老父亲周矮黑。 他大惊失色,赶紧将老父亲搀扶到屋里坐下,询问起来。 得知巨龙搭救了老父亲,将他和行李送到家中,周矮黑的儿子惊讶不已,便将此事记录下来,流传到后世。 这正是善恶有报,不欺世人。 本故事采用了荒诞的笔法,在于借势玉礼,劝人为善,与封建迷信无关。 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,你的支持就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源泉。